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尼亚波里斯出生 他的父亲曾经效力于明尼苏达大学 他本人在大学唯一的球季出战32次 只有一场不是先发 均得到14.1分 有9.9个篮板球 1.9次助攻0.8次 抄截和3.7次火锅 投篮命中率高达60.7% 三分球命中率39% 二分球命中率高达73.7% 成绩傲视大学篮团 球队对于他的赠何评估 主要在于战块头 size 有技术 stills 何能 中距离 投篮 尸 方面有优势 球队还认为他的火锅功夫了的 一个球技117次 有机会在入行之后 短时间就成为年度最佳防守球员 雷霆队在例行赛季战绩只有24胜58败 在大联盟西区15支球队倒数第二 整个球技表现最糟糕的比赛 是于4月10日晚间在加州洛杉矶客场 以88比138遭到快艇队狠狠修理 球队的前身为西雅图超音速队 曾经于1979年6月1日击败华盛 顿子坛队荣获年度总冠军 当年建功的大将是已经去世的组织后卫强森 Dennis Wayne DJ Johnson 雷霆队是七历年选秀活动威胁授意 最近一次在第一轮第二顺位圈选球员 是于2007年6月18日在纽约市挑选6尺10寸的 前锋杜兰特 Kevin Winderand 然而这还是超音速队留下的记录 雷霆队有2015-16球技机 五次晋级后赛 然而都走不出西区范围 钢萨加大学南蓝队多年以来 在年度选秀活动之中持续人才被处 替如前锋莫瑞森 Adam John Morrison 2006 6尺11寸的现役大前锋 肩中风科林寺 Zack Collins 2017 6尺11寸的现役大前锋 Rui Haikai-Muron 2019 以及6尺4寸的现役组织后 魏萨格斯 Jalen Ruskhan-Sucks 2021 雷霆队既旺在霍姆格伦道到位后 能够和来自加拿大 现年23岁的后卫亚历山大 Shayvante Aisun-Deoges Alexander 以及现年19岁 来自澳大利亚的得分后卫吉迪 Jashua Gede 逐渐形成三巨头 吉迪是大联盟最年轻的大三元得主 于2022年1月2日 以19岁又84天 创写单场17分13个篮板球14次助攻记录 彭广阳 2022年6月25日